看来我也应该要响应 未来我如果喝这个珍奶的话 我不再喝全糖 要喝低糖 低糖的这个珍奶 准总统要确定 这样说台南相亲会不会生气 赖金德出席健康论坛 特别响应 北荣院长呼吁 今天准备的点心 没有甜食 帮大家准备的咖啡 也没有糖包 陈院长丢的球赖金德立刻接住 毕竟先前就曾透露 他超爱喝全糖珍奶 好行程 过程当中我会去买这个珍珠奶茶 在车上喝 平常都会喝全糖吗 全糖当然才够用 这项重大宣布 赖金德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 还调出总统蔡英文回应 金德喝奶茶是不能加糖的 奶茶吗 这甜的吗 这甜的不要 不是健康 不是健康 奶茶是不能加糖的 今年过年总统同框网红逛卖场 就曾说过奶茶不加糖 和蔚来总统口味一南一北 赖金德也马上在下方回忆 那淀粉呢 我喜欢吃葱油 好 我们等一下喵到的时候帮你 有馒头 你有没有什么介绍馒头好吃的馒头 馒头有 你是喜欢吃馒头的 我是喜欢吃淀粉的 现任总统和未来总统在饮食习惯上互亏 也在年轻人的网路世界上 整天话题 有些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TORONTO